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红旗新能源赞助播出 0美元,35美元,180万美元,0美元,460万英镑,100万美元,200万元 无论花了大价钱还是小价钱,这些logo看上去好像都挺平平无奇的 为什么它们能成为经典?logo设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伟大的logo都很简单,简单的文字,简单的图形,简单的组合 看起来很容易,我也来做一个 写下品牌的名称,挑选一个好看的字体 嗯,有点单调,稍微调整一下吧 只有文字好像不够特别,再加个图案好了 完成 呃,差点意思 这logo怎么看都像10块钱的水平 问题出在哪? 让我们首先来做个拆分 按构成要素,logo被分成七大类 字母或缩写,文字,图像,抽象几何,吉祥物,徽章以及组合式 在这当中,组合式是最受欢迎的 从2021年这份针对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统计中可以看到 61%的logo都采用品牌符号与独特字体相结合的方式 分的挺细,简单来说其实就是文字和图形这两个要素 由文本主导的logo直接了当,一眼就能认出品牌名称 但这类logo往往是最难设计的 因为它通常还需要恰到好处地体现品牌的风格和精神 举个例子,时尚品牌更倾向使用干净优雅的字体 而政府机构通常采用传统的,视觉重量较大的字体 以体现权威和公正 字体的选择只是一个侧面 优秀的文字logo必然暗藏着不少小细节 一个经典的例子 IBM IBM最早版本的logo与今天相去甚远 更名前的标志优雅华丽 以独特的装饰性字体为主导 1924年更名后的第一版图形logo赤裸裸地展现出进军全球的决心 20多年过去 伴随业务与价值观的发展 当初的设计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转而以简洁有力的衬线大写字母替代 还不够完美 IBM仍在暗暗捣固着革新 1956年灵魂人物出厂 设计师保罗兰德的第一次重塑 卖了个小小的步子 换字体 调整字形 拉长衬线 同时将字母B的内部调整为方形 没有任何节奏和韵律 保罗兰德对这枚logo并不满意 经过十多年的试验 IBM标志性的八条横纹终于形成了 独特的概念和视觉语言 从图像丛林中脱颖而出 其中的敏锐细节更是值得考究 相同宽度的两条线 白色的看起来会更粗 将logo拖进网格你会发现 黑色条纹比白色条纹多了一个单位 在深色背景的反白稿中 由于视觉放射现象 白字部分往往看起来更大 因此白色条纹比黑色条纹要更细 字母M顶部的倒三角在两个版本中 也都做了不同的角度处理 以确保视觉上的平衡 这些规范都总结在保罗兰德编写的 一整套视觉指导材料里 涵盖了所有你能想到的应用场景 建筑标牌 电视广告 宣传册 产品包装等 确保logo能应用在多种渠道 这枚已沿用半个世纪的logo至今依然被公认为最经典的标志之一 我们继续 图像类logo样式繁多 在众多视觉要素当中 形状是让logo说话的关键 矩形可靠坚固 传达秩序感与安全感 圆形和谐积极 象征永恒神秘与活力趣味 三角形冷静安全 承载力量与信心 平行线稳定平静 也能带来运动与速度感 垂直线强调韵律和节奏 暗示无限的前进感 总的来说 轮廓圆润意味着亲切友善关联自然 有棱角暗示精准力量和坚固品质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怀疑 这些老生常谈的心理认知真的有用吗 还真有 我找到2013年这项统计数据 发现logo的轮廓偏好的确会因为行业而有所差别 医疗服务和酒店等以人为本的行业 通常会采用圆润的设计元素 而机械 金融和建筑等技术性行业 更偏爱棱角分明的logo 形状虽然能奠定风格基调 不过过于依赖这些规律可能并不是件好事 毕竟早在一个世纪前 就已经有人在抱怨圆形logo的数量之多 堪比街上的车轮了 演变至今 logo不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属性 衍生出各种组合和样式 举个例子 这是今年1月红旗新能源推出的新logo 奇妙双翼 乍一看 向雏鹰展翅 仿佛生命力在奔涌 放大细节 圆弧和锐利同时存在 刚柔并济 诠释出红旗新能源美妙的理念内核 传达灵动自然创新的品牌特质 除了形状 颜色也很重要 闭上眼睛仔细回想 红色是可口可乐 绿色是星巴克 黄色是麦当劳 当我们不能完全记得这些logo的细节时 颜色便充当起强调品牌识别的角色 在色彩心理学上 波长较长的颜色通常给人以兴奋 温暖 亲和幸福的积极感受 波长较短的颜色带来冷静 从而让人联想到信任 安全 技术创新等关键词 还是这份世界500强企业的标志统计 近40%的企业使用蓝色作为品牌色 其中大部分是技术型公司 当然也有跳出普遍认知的新颖操作 德国电信的洋红色 一反传统 打造大胆无味 充满活力的品牌形象 红旗新能源的美妙青 呼应当下中国传统色彩的现代新风潮 另外 两种蓝色和紫色作为辅助色 承载着品牌与生态和谐共生 智能出行的愿景 logo并非一成不变 巧的是 它们优化的路径非常相似 简化 复杂的logo在简化 简单的logo也在简化 为什么现在的logo都在变简洁 首先是信息传达的需要 信息爆炸的当下 没有多少人会留意小小标志上的繁复细节 即便是描述性的logo 也需要剥离不必要的设计元素 简单的logo究竟有多好记 一项名为记忆中的品牌的研究 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156位20岁至70岁的美国人 需要在半个小时内画出10个知名logo 不能复习全凭记忆 于是 你会看到长了镜的苹果 四道杠的阿迪达斯 搞不清物种的星巴克 只有16%的人画出了接近完美的所有标志 其中准确率最高的是 宜家标志性的蓝黄配色logo 近30%的人都能完美重现 正如我们都认同的 logo越复杂 完整技术它的可能性就越小 logo的迭代还关系到混合媒介的应用需求 移动屏幕变得越来越小 图案要素越多 在小尺寸上就越难看清楚 一个简单易识别的logo能完美适配各种环境 定位改变和业务拓展也是logo迭代的原因 部分元素通常会被延续下来 但也有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操作 埃罗马斯克就在一夜之间杀死所有推特小蓝鸟 用Zoom X取而代之 在大多数品牌积极拥抱流行趋势的同时 仍有少数派坚持复古的视觉语言 贯彻刁钻的视觉符号 流行的一直在变化 或许我们很快又将迎来新的循环 logo设计并不是轻松愉悦的艺术 无论成本多少 排在首位的必然是品牌需求 大量的背景研究和行业分析 无数个创意和构想 严谨系统的市场测试 完整的视觉识别系统 经历这漫长复杂的一切 最终得到的往往很简单 我们逐渐意识到 logo之与品牌拥有相当强的影响力 当我们为logo赋予意义 实际上是在谈论它背后的产品与服务 当我们为logo的创意喝彩 实际上是在赞叹品牌背后的可贵品质 这是设计的力量 更是企业和品牌的力量 小金牌打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